哈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今天周三版的国际大棋局第一节 进入节目之前,请大家动动你漂亮的手仔,按赞,订阅,给like,给赞 最重要的是,要按一下小铃铛的小铃铛 也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用人传人的方式介绍一下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 家人,同学,同学 同时可以进入会席会员,订阅成为我们的会员 直播的时候可以打赏一下我们 最重要的一点,请订阅梁錦祥工作室的playtron 梁錦祥工作室的playtron里面有很多youtube上不到的节目 例如因为版团,黄标的一些节目,有那边上的 大家最重要的是支持我们 你们每天的支持就是我和台长每天做节目的最大的动力 今天在进入节目之前,有一件非常大的事要宣布 这件事就关乎我们全国台的,是很重要的 什么事呢?就是我们这个聪明、智慧、美丽、漂亮、动人的旅馆里员 那就是Ebby Law,那Ebby今天就生日,那在这里呢 那我就祝她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那 仍然美丽和智慧并重,那天天都这么开心 台长 是,祝Ebby年年有今天,所以有今早 这些比较古老一点,但是如果年轻一点的就是 年年都这么漂亮,青春无敌 希望她就更加努力地为我们 阿斯和文俊这个频道去工作的,那首先很感谢她 这几个月,这么辛苦和我们去做 这些上载的工作 那要很特别多谢她,因为呢 其实她除了推我们那个思浪文俊频道呢 其实呢,她推这个梁錦祥Patreon是很耐力的 那她是我们其中一位呢,是最拼命的 那除了是处理我们那个频道之外呢 她也是兼了我们那个会员 那个讨论区的大内总管 那有时呢,你知道我的啦 经常跟你又录节目 转头又说不舒服,看医生 又去喝酒,吃煙 又去看女生 我上次网呢,通常都很自私的 经常都去看美女 然后呢,平时呢 如果不是台长,哪一刊新闻都不看 那结果呢 尤其是会员沟通 其实每天都有不同的会员 去发私讯给我呢 那其实很多呢,有时这些呢 都是要靠Abby啦 有时IT Jackie啦 甚至乎阿朗哥,Abby Sir 要靠她们帮忙去支持的 所以呢,那就在这里呢 很多谢Abby 一直以来对我们,无论是会员的群组啦 那她逗留处理的时间 一定比我和其他主持的 那其次呢 也都是很无私 是帮助很多的 我们频道上的管理的工作 那还有呢,最重要的 她也是亲身呢,是经常 连同她家人和朋友 就去火之神那里呢,来到去光顺 所以阿朗哥,麻烦你听到我这个 节目之后呢 那就请你代我呢 预备一顿特别 和丰富的生日餐 去给Abby和她的家人 那以及呢,也都是呢 她们来到的时候呢 你可以呢,跟她们真是喝杯 那就供祝Abby 一定是要令她开心的 那我们,Abby呢,是其实 应该这么说的 她一个呢,在我心目中呢 是不单止是支持人 其实呢,Abby呢,都是我们的家人 所以呢,在这里再次 冲心多谢她 好了,台长,那我们今天第一节 那讲新闻之前 喂,我们可不可以讲一下昨天少少 这个TCWB的后续啊 我一定要讲,不过我先说 昨天因为我 就巴鹤萍,我和 Cat和Wallis他们去 那些酒吧喝酒 那其中一个酒吧 都是相当之精致 都 都相当之有品味的 那为什么会联想在这个TCWB 那个事件呢 就因为她那个酒吧里面呢 有她老板那些珍藏的名酒 但是她珍藏得来 她不会给你看的 她是有个窗呢 有个拦 不过她很漂亮的 大家不要想着那些很 没有品味的那种拦住 一个很优雅的一个 一个设施呢 就将它盖上来 前面有锁的 你可以看到那些酒 但是呢,你就不可以摸 那你说那些酒 有多少钱呢? 就那一路坐底都几万了 坐底都几万人 一定不给那个TCWB 那个展品 是… 那大家不是一支的 那你会想到呢 就是,譬如他们去想这些东西的时候 呢,可以平衡到那个品味 那個安全措施和它防止自己的損失 那你又天善得得哪個個案 你到今天還爭拗 說誰的責任 或者甚至是父母衰於管教 我就覺得大家就真的沒有去研究一下 別人在外國那些展品和展覽場所的法律的問題 一間小小的酒吧 其實沒什麼人 只有我們幾台 整間酒吧 但是人家打理得很精緻的 這些想得很周長 你說關公司 它有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尤其是人樓這麼多的地方 朗浩坊那樣 我覺得那件事件如果我們深究的話 就好像都要看看這對父母 這對家長 他本身的背景 因為似乎今天 不知道今天 昨晚網台界都已經傳了個消息出來 我記得今天就有網台界發生了 就是岳如卿又去好像去罵林康正 我不知道罵什麼的 就這件事了 可能一會兒我們都聽了兩邊 有什麼發生可以解決一下 至於說那個父母的情況 我相信他們起碼寫過Facebook的時候 我自己都收到一個分享的 證明他們有一定的網絡的人數 就是比較認識得多人 甚至我懷疑 當事人其中一位應該是網上的KOL 佳麟進來 我這個估計有沒有錯 其實你看到現在有很多那個媽媽的相片曝光 那個媽媽其實很可能就是那些模特兒來的 你看到他的相片都是很漂亮 很動人 當然有人說 喂 現場為什麼拍出來的那張好像有點差距 但是老實說 你帶著兩個兒子逛街 你不跟平時做事 沒理由化行裝 沒理由穿得很性感的 很坦白說 基本上你現在每個人都拍照 起碼用美圖遠距 不要說撿些輪廓 起碼撿些顏色 你不可以將別人工作的照片 或者將別人擺出來的社交平台的漂亮照片 你拿來跟普通逛街掃環撿給 你不可以這樣比的 這是不公平的 但是呢 而且確你看到外形都是比較良麗的 簡單一點 一個美女一個 其次他應該都是好像你這樣猜 他是有些支持者 可能是那些模特兒的支持者 另外呢 他先生呢 現在都說呢 應該他先生都是一些有背景的人 有背景是先說清楚 有背景就是一些人 在我們的頻道呢 有背景的意思就是 可能是一些商界或者正面的背景 而有勢力呢 我們不方便說 某些社會的時候就叫他有勢力人士 那當然 你可以這樣說的 有背景當然會有勢力 有時候怎會沒有背景呢 那是對的 那是對的 那在這個世界其實就是這個 都百不分的 所以有時候你籠統地說 有些人都社會 正如特朗普他肯定是社會之一 好了 我們不要說這些了 那其實呢 他也是 叫做背後應該都有一些顯赫的背景 顯赫 可能呢 就算他不是自己的生意很大 應該都是背後的家人都是很尊貴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間店 在很短的時間都貴的 但是呢 必須說句公道說話的 你問我 因為太太是位美女 是KOL 是無特兒 先生也有些名望 或者是有些顯赫 那一元也不用賠呢 我覺得就不對 因為始終說到尾 就算了 店怎樣倒楣 他怎樣也好 你撞掉了他 這個是事實來的 那在我角度呢 你說賠了就沒可能的了 例如如果我來計算呢 譬如說 賠了給你不行的了 你叫賠一半我也不會的了 隨便吧 丟下一筆東西 或者給你一封二頭禮絲 四條八 八八八八八 當大家不穿什麼都好 總之我就這麼多 你要不要就撞走 如果是我 我一定會用這個解決方式的了 那我起碼會跟他談一個 我認為是合適的價格 那你叫我給全部 五皮幾 我又不需要了 接著你跟我說 我算你便宜一點 三皮幾 我就覺得你過夠份了 那我就不會了 我就一定會跟你談的了 最多給你一皮 要又不要 不要就再聊天 就是這麼簡單 那我就會這樣處理了 到最後要動用輿論壓力 甚至乎 假設你說整件事我當 原來是司徒文俊的兒子 拱掉了 接著要找齊台長 找齊其他KOL好朋友 不停上網討伐 接著要找些人到處封 接著搞到別人呢 都反過來 對不起啊 司徒先生 是我不著 還要賠回禮物給你的兒子呢 那我覺得做人呢 就不會欺欺人太甚了 就是有時候這些事情 就是現在出來賺錢都不容易 那雖然人家背後上市公司 又說是那些什麼紅色背景 就是這件事 這件事還這件事 事實還事實 那我覺得 就是叫做 你應該這樣說 他上市公司不欠那些錢 但是給回個下台街對方 就是大家好做 你問我 如果你說我覺得賠一萬元以下 其實很多人都賠得起 也都不是一些很嚴重的事 就是例如我 那我覺得雖然我窮 我也是窮 但是如果真的我的小朋友 不小心 或者我本人不小心撞掉了 那我覺得就是 賠回幾分之一 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 我覺得都應該的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那基本上我也同意的 現在的情況就是 大家無需做到 變成一個新聞議題 但是香港就是這樣 國家大事沒什麼人覺得有興趣 這些反而共鳴 不過 剛才你說到 我聽聞呢 這件事好像也不是第一件來的 那件公司好像是第四件來的 我們昨天在節目也說了 因為他附近有一個在他附近開店的 就說 都已經有幾件 不過就應該不是跌這個公仔 因為原來他很多這些大隻公仔 不知道說超人有什麼都有 那有很多 怎麼會是大隻呢 很多都是超過一米高的 那所以呢 他們就已經 昨天呢 他們公司就說 我們已經把那些 一米以上高的公仔 全部收回來 不會再展覽的了 不會有同類事情 但是呢 很明顯 就是他這種方式 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你見到外國很多大的玩具店 對esso啊 譬如你說 Wallmart 甚至於 toys tree arrest 換個化合城 他們都很興 Ав 拿這個大型製造卡 例如 education 1比1的蝴蝠俠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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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p 这些通常他都会有围囊,第二他通常就算没有围囊也好 就像我所说,他一定有个底座,就不会让你那么容易碰跌他的 你今次这个责任最大,为什么我说我只肯赔几分之一呢? 因为我觉得超过一半的责任,在我说句公共话 七成责任在商家,但就剩下三成一定是推跌的,一定要负 而且你要让小孩知道,你就算赔得少,你也是赔 因为这个是你真的要你的责任,你以后这世人都要小心点,去到任何地方 不要胡乱保持他们,或者最好的话就不要胡乱摸人的东西 因为我昨天有听众问我,他说文俊,我听你之前这么说 你也试过有借些东西出展览的经验,当然有了 我试过,朗哥弄了一件玩具模型,全宇宙只有一件,朗哥亲手弄的 那件玩具模型已经锁直不飞了,我想也不知多少个 那个得得B,在说五万多个,应该都两三个起 然后我再在摆出那件模型的时候,记住,是为了趁陀朗哥的那件模型 我放多个金币,放一枝绝版的酒在旁边,还有一枝优吉尔雪家 是整个设计搭配的,这些东西基本上够你给半层口首期的了 那我当时去做这个展览,完全就像台长那样说 是一个密封,而且是没有这个前面开枪功能的一个 全玻璃的那些叫展览柜,那些叫展览柜 其次呢,是那个柜的外面再加围栏 是双重的,还有也是有做那个叫做保安系统 就是如果那个展示的盒子被人大力拍或者怎么样 它会响的,我实际上做了三重的保护 因为为什么呢,除了那件事的价值和钱之外 那件事是朗哥最,就是他最高峰 就是叫做他功励最高,他状态最好 就是简单来说,不需要戴眼镜啊,手未受伤 最灵活的时候,做一件最漂亮的 全宇宙的模型,那件模型是足以 在世界任何模型展览出来,都是会获得最高评价的了 我觉得,那你一件这样的真品,被人拿了也好,弄烂也好 没有的嘛,朗哥可不可以回复他最青春的时候 然后最好的状态和我找,找回那件模型 不可以的,他一手一脚做出来的 说着,朗哥啊,现在讲鬼谷啊 火之神的朗哥啊,他除了煮食,他弄模型很厉害的 他是大师来的,他是香港模型大师 他排头,一定最少三名以内的了 他不是坐贯都望贯的,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我们以前做玩具,我们也很多次说过 朗哥的作品,如果你有幸收藏到 那个是,足以是,如果你说作为玩具和模型的收藏家 你是一个荣幸,因为朗哥那个是世界知名的 日本,台湾,都是知道他的朵 所以,你们现在火之神吃东西 其实你们真真正正的,每吃一碗饭 一块油扒,都真的大师做给你的 你们要知道,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那么,台长,你自己来计 你觉得,玩具公司的态度,你自己怎么看? 即现在都赔了? 那,传说是这样的 就是,他初头那晚发那个,即晚发那个声明 就是乌里马茶 那,待会这个我私这个问题,我待会再讲一讲的 那,文说呢,接着,第二天就发觉到不太妥了 那,同时的股价是炒起了的 那,就跟着又说,有一些的财经演员 或者公安公司,帮他搞 那么,变成了,就很快就,就是,破货了 那,就是,可以,就是,就是,将这件事可以了结了 那,但是,就是,我,我,我看这个问题呢,就 就是,我,我就会给你,跟你有些不同的地方 我就觉得,就,其实,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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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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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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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我,我 pur findet 때문에 我,我,lr олет gracias bardzo 我 책 我 fastest 我한테 我 encontrast 我 Feed 原供 卖 中国 John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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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战 來過這些無產階級的家庭 我再次說不是我家 所以不要誤會 我家裡不會有這些問題的 就是我自己都見過 就是那個父母 就是我媽媽帶著兒子 又是街頭遇到這些問題 那就要他賠錢 他就粗口橫飛了 就是很無產階級的 喂 你要賠嗎?我賠兒子給你 你拿著地帶回來你養他 嘩 兒子嚇到臉都青了 真是以為媽媽是這樣 但當然這對家庭不是啦 他這麼闊綽 但是我們今天對小孩子 我們都比較著重心理的成像 我希望會沒有類似的問題產生 沒有這種陰影產生 至於說那個公關的問題就是 譬如這些中資的機構會下來香港 他是不是應該事前都了解一下這裡 就算是廣州的處事的風格都不同呢? 按照計在中國大陸裡面類似的事情應該不少 我自己這樣說 你試一下如果在廣州 如果在廣州的情況下 會不會弄壞呢? 我包括機會很高 而且傳說這件事也不是第一次了 至於剛才你說的那些一比一的模型 我舉個實例給你看了 在M.C.L. 林敬岳屬下的那間軟線 長沙環那裡 放在一堆公仔裡的啦 又Wonder Woman 又Iron Man 一比一的全部 是吧? 那放在那裡的 相安無事的 沒有人就過去搞嘛 那你就要看你在什麼場合 這個是朗毫方來的 但你有空你看朗毫方 如果在疫情之前那個人流是怎樣? 是吧? 這個是不單止說那個公司啦 甚至連那個場地本身 這個朗毫方本身我覺得都要想一想 以後這些擺設 因為他們都上身的 如果有些市場來 我說多一件事就是 那天如果爛了公仔 弄壞了小孩怎麼辦? 那現在是誰呢? 現在是因為那個小孩弄壞了公仔嘛 台長啊 那個公仔摸下去那裡 如果前面有個人呢 他這樣碎化了 是啊 飛下去那裡 戒到扑街的跟你說 是啊 所以你現在不要只想一些 看到的東西 你要想像一些可能發生的事情 比如有個 不要說小孩 有個大人剛剛在那裡 他路過給那些東西戒了 那他怕不怕你呢? 因為以前朗毫方都爆過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就是那個很長很長的那條電動的那條電梯 突然間倒轉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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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真的要幻神啊 我不是上去樓下吃東西 因為這樣的 朗毫方其實我是很熟悉的 因為朗毫方不是一間酒店的 是啊 我是他酒店的VIP來的 我基本上呢 我大部分時間呢 我在香港都是住一間酒店的 其次呢 我去的時候呢 他們都認識的了 兩瓶白酒一瓶紅酒 果盤 一定很好招呼的 我是VIP來的 那我很多時候呢 為什麼住朗毫方 第一是近的嘛 朗毫和台長都在附近 是不是 我接著甚至乎 我有時候叫你們 喝茶吃飯都去回朗毫方 我上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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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次了 你上來我房間了 不要以為我們是機的 我們 不是 他女兒也在那裡 不是他女兒也在那裡 不是機的 走上來喝酒而已 那當然什麼 另外呢 就是講朗毫方 本身裡面多 有戲院 好像你說的 又方便了 看戲 那些椅子又舒服了 那我在朗毫方 只是那個Deadpool 死屍都看了三次 兩次 那接著另外 還有 又有多東西買 多那些化妝品 那什麼 那基本上呢 朗毫方呢 那你大人小孩 女士呢 全部是照顧了 野食也很多 那當然啦 如果你去旺角吃東西呢 那只去火之神就可以了 其他就不需要想 昨天有人問一下 火之神一個炒蛋 和外面炒蛋有什麼不同 唉小朋友 你真的太年輕了 我敢跟你說 全旺角最滑 最濃郁 最漂亮的炒蛋 就是火之神 你外面吃的那些 全部浪費 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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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質素的 還有呢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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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須要說一說 浪毫方呢 其實他們一直都有這次 就是去做這些大型的 擺設的展覽 嗯 我也都在報紙上 寫過很多次的 就是譬如 Lego展覽 其他的展覽 基本上 那些超人展覽 那些 他們很多次的 甚至乎 你計算起來最早 在說著 佐治努卡斯 聲戰前傳第三集 那時候 上映的時候 他們也都擺了一些 一比一的 Luke Skywalker 那些公仔 在那裡 所以說著 不只是 這一時三刻 就算是十幾年前 他們也是這樣的 但是 基本上 每一件 例如你說 王八明 剛才那個 遠線 林健樂 那些遠線的展品 全部呢 他下面都有個台座 就是簡單說 是啊 你看清楚 別人 人家搞得很 很安全 不會 就這樣 放在那裡 所以 這次我就說 為什麼七成要他負責任 就是這樣 這件事 無論怎樣也好 我覺得現在 其實呢 父母 第一錢就不用賠 第二 也因為這件事 我想他們兩個 那些人說 那個人說 知名度 又增加了 那些人說 提供了 至少你那些媽媽 全世界都知道 原來這麼漂亮 然後又化痕妝 又上去 又上去 又在商台 又哪裡做訪問 其实他父母变成网红,以妈妈为主 变成网红了,这样说 他的经济条件其实是可以允许到的 一定很优越,一定很优越 你要想起一样东西,有些家庭不是这样的 那难道那些互产家庭或基层家庭不走网路方吗? 他们都会走的,他们都会有这个风险 所以我刚才说赔钱那里 就不是纯粹说你去看那个展品的价值 你要看他那个家庭的承受能力 这个我觉得就是刚才你说的 譬如你一万元给到起,有些家庭给不到的 尤其是现在这种条件,这种状况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加上一个因素 就是说大家都想和起收场 如果要给的,那就酌量了 就是那间公司的 喂,台长啊? 我问你问题,假设 我现在真的弄烂了人家在香港 我假设几千元,我真的身上没钱了 接着呢,我赔 我赔火之神餐券给你 你进去火之神吃台长牛扒餐 你可以换回等值分量的牛扒餐 那朗哥就多得你不少了 不是,但是我想问你,在法律上 这样可以吗? 法律上当然不行啦 你也有玩开NFT的嘛 你没有玩开,我现在教育你了 什么叫NFT呢? 就叫Non-Fungible Token Token就很容易啦 Token就等于你筹码而已 你在赌场里面,有时候都叫Token 就是说一些不是货币 但是在某些场合里面有类似的作用 那什么叫Fungible 什么叫Non-Fungible呢? 它的串法就是F-U-N-G-I-B-L-E 这种CN-Fungible 但是是第二部同一部的車 你會不會收?你不會的 這叫做non-fungible 剛才你說的就是 譬如說你弄壞了那個公仔 其實理論上你應該賠回那個公仔給我的 但是那個公仔已經碎了 那你賠回一個等價給我 現在你說的不是 你舉火之神 那個不是等價 那個就不可以這樣類比的 如果那個人收你 就是他們私底下 我私底下 法律上是不可能的 你不要去幫我 我明白了 現在整件事就等於我們在賭桌 我不可以脫掉這條路 這張是荷蘭銀行的本票 你贏了都是要賠荷蘭銀行的本票 你不能賠籌碼給我 是不是這樣 是的 是的 這麼容易理解的問題 你以你的智慧 買錶賠錶 買手賠手 買桌賠桌 OK 大台長 進入今天講新聞主題 現在才是誰的主題 我有另一件事 我也跟剛才那件事有關的 就是今天在網上 我也貼了出來 有一家很著名的會計公司 所謂四大的會計公司 就是羅冰銀行 羅冰銀行就說我從小到大就聽你的名字 那他出去的通告就是那個銀行字是羅冰銀的銀行字 寫了那個銀行的銀行 被人嘴笑 就是羅冰銀行就變得是不是很銀行呢 那表面上呢 這個就是一個搜紋之誤 照計就不應該說在那個節目裡面大家評論的 但是這個問題其實都由來已久的了 就因為呢 舉另一個例子 譬如鄭松泰這個字 現在《大公報》出 很多次都出了鄭松泰 就是松軟的松 是不是好像蕭建華那樣 蕭建華 不是呀 現在大陸沒有人姓蕭的了 全部姓蕭的 是呀 你都要更新一下這件事 沒人想知道 那鄭若元就叫鄭若元了 為了這麼說 是呀 是呀 如果他在大陸就是了 不過現在他不在大陸嘛 他在台灣嘛 台灣仍然用正體字啦 是 那這個問題呢 就都在這十年呢 就不斷是出現的 而且出現了很多場合 例如說無線電視的這些新聞報道裡面 他用那個字幕 如果你想這樣看有時候 都會出現這些情況啦 那很明顯就是 那個不是搜紋之誤 而是軟件的問題 軟件在於什麼呢 就是寫的那個寫手 是用殘體字的 或者用其他人說的 是簡體字的 那他 一個出光了 譬如下來香港這樣 然後用軟件 簡轉煩啦 但是問題呢 簡轉煩呢 都不能夠解決到一些很基礎的問題啦 例如皇后的後子 試過在大陸呢 頒一個獎 我不怕是龜亞雷啊 如果我沒有記錯 但是這些人名不重要啦 他寫了皇后那個後是哪個後呢 後面的後 我們猛然不知啊 弄了一張很大的圖出來 就是頒獎給那個獲獎那個人 那個人就很勉強去笑 因為他知道 錯了媽媽 錯成這樣 但是 這個問題呢 都不是教育的問題 哦 走去教這些人呢 走去去收拾這些字 就是他基本上是學不到的 如果你看我們學正體字的人有個優勢怎麼樣 我們寫的一字很少有錯 這些問題是錯的 因為有些字譬如這個準則和批准這些字 就是很容易你會掉 如果你減低之後 你再反過來你分不開的 後面的後皇 後的後這些人是全部 一轉簡體 就是用那個軟體一轉的時候 都分不了的 那譬如說你在剛才我們講的大公報那個情況 譬如說那個寫的那個人或者那個編輯 那我要介紹那個編輯的流程 編輯有一個流程就是看大阪的 那我自己以前做總編輯的時候 我自己都做多些 慢慢做這些工作的 他去到尾的時候了 那份報紙 即是張越出的時候 那要再提一次的 就是總編輯要提一次 看完之後要簽名的 但是有一個譬如說他對香港沒有認識 認識得不深 對正體字又認識得不深的人 你收大阪呢 這些全部是看流限的 即是一條龍這樣錯下去 即是有那個記者又這樣錯發 甚至未必有記錯的 即是他寫完之後 那個要看那個人 他用這個選擇殘底字的軟體去看 那接著到尾才轉出來 那那個總編他如果不熟悉的 他這些全部很多時候都會脫掉的 但是這些東西脫掉 如果是報紙或者傳媒呢 我們覺得呢 大家真的要笑一下 但是羅冰涵這些呢 其實通告本身都有法律效力的 不是說他現在有通告 你坐這個字我真的要告他 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你核數其實是一個很莊嚴很嚴肅的事情來的 即是不要搞笑 因為後面會有很多法律的問題 試過有些上市公司 它做IPO 裡面錯了字 錯了figure 整份東西要印過 你 即是文進這些都熟的啦 譬如你IPO你收那些這樣的招股書 多嬌厚啊 大家花多少錢啊 那些錯了一個字 錯了裡面錯了一個figure 整份東西要銷毀從就搞的 我試過啦 台長 我拘捕過東西啦 我這樣被人吵到混蛋 你知道嗎 我被行政 你知道嗎 真的呀 他說怎麼搞錯呀 大哥 為什麼你這些東西都可以衰的 喂 大哥 你知道那裡有多大的 我試過啦 因為我那時候 你記得我試過在香港 代上市公司開一些會 就是試過衰文件裡面有錯字 所以你一說我就知道挺嚴重的 是啊 那我們去講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羅兵涵這個會計師 罵他們自己都反省一下啦 就是以他們的能力 是吧 絕對不會有這些問題 又就是說給錢搞 這是給錢搞定的問題來的 你請到中文主任 就凍美看一次 如果中文主任看不到 就炒他啦 炒他啦 要他賠錢 但是你現在連這一步你都省了 那發生什麼問題呢 是吧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呢 其實都是那些大陸公司的風格來的 就是省得就省得了 比如說昨天 就是前晚出那個通告 就是這間 是否智洛斯 我忘記了什麼 就是這間KK Plus 這間沒有公司 寫那份這樣的聲明呢 寫得很麻煞 是吧 而且又是那種是本師啦 這些人是在大陸的用語啦 就算是廣東話 你在廣州也是這樣嘛 就是這些呢 你下來呢 你差一點點錢 就是請一間的顧問公司 就是一間的本地的公司 就是要幫你把關 就不會有這些問題的 如果你想做得好 但是大陸 中資的機構就有這種風格 就是喜歡 逢是東西都省的 特別好像覺得 我要照顧你背香港的民情 照顧你香港的習俗 這個好像很不值得 不值得 我們等一下要花點錢 要看你的臉色 那我覺得這些情況去到今時今日就要改了 那間KK Plus 幹部公司 我就不會介意的 反正我們也不會去光顧 我們也不會去看的 是吧 但是羅冰銓是一間世界知名的公司 在這個問題上面 把關不力 這些就不可原諒了 這次是小事 但是小事在這些界別裡面 在這些上市公司 核數公司 匯公司裡面 可以是很嚴重的 那我覺得這個他們都 如果有聽眾做了這一行的 那些科就回去聽聽這件事 那這個問題我覺得文俊卿應該補充一下 你怎麼看這些大陸公司那種 那種這樣的省錢文化呢 這個是應該的嗎 這個是我們的美得 這個普通話不同的怎麼說 是我們的優點 是好處 重點是這個大公司它有沒有核酸 那是不需要的 那是不需要的 那這個穩姐看有沒有用那個沙都水噴出來 要燒炭嘛 你小心啊 你因為現在美國那邊 會計的組織可能都不承認香港那些的 的專業地位 你不敢搞下去 怕什麼啊 我們啊 我們自己在國內成立過 美國會計師公會 有什麼問題啊 我成立這個標準就可以了 所以我跟你說 有件事你們真的不懂得擦鞋子 最偉大的主席這麼喜歡足球 你當然是盃世界盃 我自己弄過世界盃 第一屆 好吧 那你參賽的就是 中國 跟著澳門 香港 毅地馬拉 不要緊的 不是這麼說啊 你毅地馬拉你贏不了啊 你不要這麼輕鬆啊 你真是 現在連越南都贏不了啊 你真是 那你緊要 你找什麼呢 關島啊 菲律賓啊 台灣都可以 中華民國 但可能未必可以踢 台灣當然不可以了 怎麼可以 不可以 除非他的衣服全面印著台積電 你香港對你贏不了啊 不要煩了 不要煩了 那其他 不要緊的 我想你針對一件事 而你接觸各個 我想理解一下 為什麼他們在這個部分 這麼省錢呢 因為 你看他們平時花錢 很闊綴的嘛 隨便一瓶紅酒都幾十倍的嘛 為什麼要一個這樣的人 要把關 在香港為什麼請得這麼難啊 為什麼會 阿哥啊 因為我這樣說 這是一套電影而已 假的 你當是曾經看過一套電影 有一家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是一個知名集團 旗下有一家公司 哎呀 入到米芝蓮推介 哇 當然是大肆宣傳 巴黎幣又怎樣也怎樣 阿弟要打開那個 那個餐牌 我現在是國際化了 然後 喂 那些 例如炒飯啊 那些 然後譯到一些英文 狗子馬鹿的 然後 喂 你上了米芝蓮 為什麼還會這樣呢 喂 例如福建炒飯 福建Fuck Rice 喂 喂 怎麼搞啊 喂 但問題 有時候你玩嘛 為什麼人會把這些東西 沒得解的 這個世界 你明白嗎 就是 我這樣說 如果現在不欺負的 你期待還是有那種精英主義 任何東西都讓你感覺到 是很精銳啊 類似我剛才所說的 是無形的理解 朗哥出品必屬佳品 可以的 你看你那檔東西 是不是在日本 韓國 還有在華爾街 如果在這些地方 都沒什麼 韓國人都可以的 韓國人做事都可以的 那新加坡當然不用說了 但是現在 你有時候這樣欺負 這個簡直是國情來的 我剛才這樣說 喂 你世界杯 如果欺負國情 這個是標題 這個是標題 你跟我說到 你說連那些什麼 危地馬拉都踢贏你的時候 那我就找一些 國內的危地馬拉人 為什麼找不到 但是 危地馬拉人來了中國 都會變成中國人 你也瘋了 我說他是危地馬拉就是危地馬拉 老實說 我需要你這個世界感受 我就是這個世界 好吧 他自己弄中國美國 中國新加坡不行的 你也瘋了 所以 台長 你現在無謂那麼迂腐了 面對這些事情 你再用那種 以往的心態 你一直以來 傳授下來給你那種 英國人的文化精英制度 這些你全部趴在一旁 從今天開始 做完節目 拿起你的核酸棒 這個世界 要是你被人了備 要是你幫人了備 自己選擇 自己選擇 我一定是統人那個 對吧 我們也有這種文化的 我們有一個形容詞 叫求冷奇 對 沒有的 我們也有這種態度 是啊 所以 台長 我們這次也講香港話 當然 最後我們要講一些 跟電影相關的事情 在電影發生 現實沒有的 你發覺最近接二連三有些案件 很奇怪的 無緣無故 無緣無故 有幾奇怪 今天發生 今天發生 有人就在地鐵站影 女人的底褲 這些事情 那昨天有人做鴨 但是問題是什麼 警鴨這個很久的了 以前有個相簿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 我知道 做飛虎的 用錦槍 不是 這件事很軍動的 都很久的了 幾十年前 就是港英時代的 所以跟現在沒有關係 那時候 有個叫劉公子 他就很喜歡男人的 是啊 是啊 那他私底下 就邀約一些警務人員 就拍裸照 拍裸照 拍裸照也不止 還拍的時候 他的樣具是撥起的 就是扯到行的 你說被人拍那個 還是被人拍那個 被人拍那個 那些紀律部隊人員 嘩 很噁心啊 我們那些節目 不是說那些機繩的 你照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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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什麼領中的 你說像是一個 好像吳宴祖 這麼英俊的警務人員 是啊 是啊 裡面過得很英俊的 很英武的 有沒有我們認識的 可能有的 OK 那裡面他們全部都是穿制服的 就是上身 上身 那劉公子拍完之後 很開心 又在家裡看完才睡覺 好像剛才是文進說 看完美女照 那最後這個相簿 被那個警務處長知道了 那時候那個警務處長去期望 是 馬上出動飛虎隊 還有 飛虎隊好像有人拍了這些照片 啊 不是啊 這麼糟糕 有多糟糕 那就是好像任達華展哥說 這件事 啊 不是說笑 那好幸好有些就看不到那個樣子 就是看到 就是下背 可能都不一定是真的警務人員 來的 但是有些拍了照片 拍了樣子的了 那就炒了 是 那這件事大家都忘記了 那後來劉公子 都在2019年的時候 都在街頭上面的 那些我們不要說了 那天前那件事 不要我們想說 但是呢 太多話說 那這件事就是 有位警務人員 現職的 就是服役的 就是現役的 就去做鴨 那他做鴨呢 就好像男女都有服務的 但是 那件事件呢 就不是因為他做鴨 是因為他做鴨 為一位男士服務的時候 他偷了對方錢 偷了六千元 那就被捕 就知道這件事了 喂 你也有點大字 你也要撻一隻招 你也不應該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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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以前已經撻了一個低落的了 那再撻了那些六千元 你應該要用這樣的方法去想像的 所以你不要說他沒有大字 你要做鴨已經衰 還要撻夠人錢 你做什麼 你做什麼 職業無分貴賤 你做什麼這麼歧視 我妒忌 我做不到 我又肥又養衰又斷腳 我做不到鴨 所以我不開心 你明白嗎 我浪費了我一身兇幼 如果我好像他那麼帥 如果我有一個這麼厲害的紀律部隊生犯 嘩 憑我的舌頭啊 我的嘴巴 嘩 你到這裡就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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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節目很正經的 我只是服侍女兒而已 兒子我真的定不順了 到這裡就停了 到這裡就停了 他 Anyway Anyway 台長你先冷靜一點 冷靜一點 第一 我們應該沒有一個研究的態度去看這件事 第二件事 你說研究的態度 我真的覺得研究一下 這兩年呢 他們那個OT 人工都加得很厲害 那文說之前 大概 2019年之前 其實他們看到幾多 就是 這些人員 他們負債 有很多東西 但是呢 自從2019年下半年以來 照計那個財政財務的狀況 應該大大改善 就是 你看 不是他們錯啊 是那些賭博啊 那些賭博的地方錯啊 其實那些賭博的地方應該出來 公開自協 還有賠錢給他們 是 就是 幾多數 就是 好像那個 就是 我們剛剛 就是 這次開始講 就是 神經病 當然 為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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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應該啊 又或者 又或者 你找鄧炳強出去講數 這些呢 就是 分不自 畫出去算數了 是吧 當然啦 喂 現在 強哥出來和你 你是不是不給面子 是啊 是吧 不想收平 一句 套用文俊興那個說話 我找你聊天 先 我找你聊天 是吧 喂 我說知道你是哪一塊 你是否想僅餘的東西都沒得了 你自己想了 在門口裡拍車當我不是不想要 是啊 照計 照計就應該這樣 但無奈就好了 強哥 拿一支炮 放一支炮 我就是車頭啊 我們這樣 啊 文俊興你又真是低層次了 你又真是低層次了 一些 強哥就是聊天 要拿一支炮出來 你這麼低層 對不起 我這個編劇是浪格的 應該是強哥 帶一百幾十人來 一百幾十人 然後拿一支炮 放在桌面上 喂 你現在吃煙都拿槍射你 大哥 我幫你講話 不是 如果你說拿炮 就真的拿一支炮出來 就不是 不是拿那支炮出來 你應該拿那支 現在那支 新買回來的那支水炮車 在門口拍在那 我跟你說 最重要的是什麼 配合音樂 衝前去 原來我室子有全心 喂 那支警鴨呢 在他提供服務的時候 要配合音樂 你聽我說 你就真的要提高一下你的警戒 譬如說出來這些 走去聊天啊 走去 大家去講清楚數目這些 不能像以前看股客仔的那樣 那一點低的 層次 怎樣 講英文 用英文講數嗎 How are you today 你 你 你就看大飛光 大飛光說英文的 哦 那這支東西 真的要從志君跳彈 從事揪彈彈 如果你這樣算 是啊 還有不要說粗口 OK 不過台長 我們知道 我們繼續用這種搞笑風格做下去 那真的 聽到這些聽眾 阿婆赛跑,老闆都跑了 都说了你不要这么粗俗了,你真是 你说大飞哥就立刻给你大飞哥 其实大飞哥说话的方式 真是这么说话的嘛 是啊,我都说了,那就要提高自己的层次 我们大家是斯文人来的嘛,譬如说要这些数 要当分不止,骂了他,就是这么少东西 你这个,你不答应的就算了 你不答应就算了,我们说回警察那件事 我都不能够理解,为什么现在那个情况 比如那个OT钱这么多,或者那个人工 可以调整了之后,都是不够用 都是要兼营呢,为兴趣 有兴趣,唯一可以解释就是有兴趣 如果有兴趣的话,倒不如全身投入 那个行业 可能他平时习惯了,在街边 抛牌牆,守身,然后探人 他又想试一下,抛牌牆 然后被人探住,守身 有些人都会很乐意接受这种服务的 但是你说你一说到蓝蓝就很吐心 大佬 那些又叫SM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玩 我就说有玩 说不定拿警棍 不是,不说了 你真是坏 台长,你可不可以做回真正的梁锦祥 梁锦祥是不会说这么低的笑话 你知道吗? 昨天台长的Facebook 那张照片是一个男的 抱着女的腰 然后好像两个在性交 那张照片,很可恶心 然后那些人就说 台长就认识了文俊这些猪瓶狗友之后 肯定是文俊自己 其实他是用了台长的币 他发了订 然后就忘了自己用梁锦祥的身体 就发了一张死人的照片 我想澄清先 文俊发的照片 那些女儿不是穿玉色丝襪 都黑色丝襪的了 如果你看到那些女儿有丝襪的 就文俊发的 那些女儿没有的 还要拍一条儿子的 那些一定是台长发的 因为文俊没有一张照片 是会拍一条儿子的 我真是顶不住的 除非 那条儿子有差 但是她的样子和身形 好似女人 那就可以 或者MIRROR也OK的 喂 你是不是真的说MIRROR 那些全部都梁梁康 全部都那样 全部加个假发 好像女人 全部都是鸡 你是不是说MIRROR是鸡 你肯定说MIRROR是鸡 你是不是在侮辱 Anson Lo Anson Cork Ian Lokman 姜濤 啊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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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就把其中一部分 把它放大了 所以大家有这种感觉而已 就没什么特别的 大家不要有些 不必要的联想 梁先生 你现在承认了 所以你自己扣的 对不对 所有梁感祥的专业会上梁我铺 做得出来 怎会不怕赢 我怎会带了其他人 你记得你今天说的东西 我和你说 这些呢 将会成为呈堂证供的 好 明白 另外呢 你要收回你同学的说话 姜濤出来唱歌的时候 台长 你中学都没读完 是啊 没错 你还在说MIRROR 我和你说 你不可以在我这个MIRROR的粉丝前面 说任何MIRROR的坏话 不可以 我们不会说MIRROR的坏话 台长 我问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是 Anson Lo和Anson Cobb 哪个比较英俊 两个都这么英俊 不分高低 两个都是绝世的佳人 千亭 很陰 都考虑不了 做了这么久的网台 我们怎么会被你这些文准 这些后辈音 哎呀 非常好 我们这一节差不多了 因为很长 是啊 那我想问一下 现在呢 纪律报告队有这个警鸭 喂 网台界有没有网鸭呢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跟网台街 其实那些朋友都是泛泛之交来的 就是大家没什么交流 我只是懂人名的 很多 那些比如阿啤梨哥阿白兵 那些就熟了 其他都是不太懂的 所以你这个问题呢 我都是留给网台界的朋友 自己去作答 好 那我下次回来吧 好啊 好啊 下次回来吧 好 今天来到这个火之神 阿朗哥和邓为我煮了一味 是不是叫台长的牛扒呢 台长西亚牛扒 那我要介绍一下这个菜式有什么特别之处 第一样东西 单手都可以吃的 这个这么滑的牛扒 最辣牛扒 然后旁边有辣烈腐虾 还有这味道蛋呢 是牛奶 非常非常滑 完全没有电粉质的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面汁汤 这味菜真的使用非常非常美味 大家来看 接下来 一定要点这一味 台长西亚牛扒 多谢大家 支持港国 还有支持梁甲晨峰在西亚 还有她的节目 多谢大家 大家记得订阅和支持司徒文俊频道 多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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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大家